这个德库的前总理默克尔再次针对俄乌发表了自己评论 他说如果没有俄罗斯的参与 欧洲不会获得持久的和平 这是6号 默克尔在南德一日报创刊77周年一个纪念活动上 他说 作为一个意义深远的转折点 呼吁全社会都应该严肃对待来自俄罗斯的讲话 而不是从一开始就将其视作虚张声势 我觉得默克尔深知联合五五常 为什么是只有这五个家 为什么只有这五个家可以做到 使用核武器来终结战争 美国在日本做到过 他这个行动的时候 在日本行动的时候 其实只有咱们这个频道提到过 就是毛主席在出兵朝鲜的时候 他是反复思考 咱们国内根本就没人想到这一点 普京提到了 他在德国的疯狂的报复 和在日本的这一次十万人死伤 你说毛主席不知道 毛主席知道 那为什么朝鲜战争 毛主席一定要斟酌呢 因为什么 因为他知道黄种人 这是对黄种人的一个惩罚 黄种人崛起 美国人的报复 非常惨 对日本人 那实际对于中国一样 中国当时毛主席在判的 会不会也使用核武器 但日本人服了 非常老实 中国人拼命 中国人上了 没有惧怕原子弹 这个可能是一个秘密 但是你看国内没人谈 看毛元朝就说 咱们国内那个说法 但是没有人去结合刚刚发生的 日本遭受原子弹爆炸 那个惨状我相信 这个毛主席是真知道的 一次死伤十万以上 他是完全知道的 实际这就是 如果你从人种这个角度看 定义 黄种人崛起 其实中国人是挺身而出的 没有惧怕 你想想咱们在这个超级战争 让这个苏联人也非常震撼 苏联人害怕 实际上苏联也非常害怕 后续咱们才搞了自己原子弹 咱们心里明白 就是没有人去谈这一点 我觉得这是一个 中国在这个超级战争这块 没有讲透的 或者缺失的一部分 我觉得这一点 一定要带上这个日本原子弹爆炸 这一点对于毛主席 决定出兵朝鲜 那当然这个默克 你看他也深知 俄罗斯的这个能力 有些人不懂 他不知道俄罗斯的能力 为什么叫五常 他不太懂 因为只有我能使用核武器来终结战争 没有人能对我进行惩罚 这就是五常的意义 那首先咱们看到默克讲这话 他说这个话是提醒德国内部 但是咱们会发现一个问题 你看所有的焦点都集中在欧洲 和毛主席当年思考问题是一样的 就是说为什么美国人要在朝鲜 现在情况是非常非常相加 有人不理解 就是现在美国人应该是把重心放在亚洲 对吧 你怎么奔着这个欧洲去使劲 对吧 这个疑问都非常有 有人说美国人被拖进去 我觉得这个非常有趣 首先第一点 这个问题很少有人谈 咱们试试看能不能解开这问题 就是什么乌克兰一地计谋 明明是什么 明明你美国人重点是要搞中国 你现在在俄罗斯拼命 这事非常有趣 我看不懂 有人说根本原因实际是害怕中俄团结 但你说你在乌克兰这场战争 你害怕中俄团结 你在欧洲打这场战争 不让中俄更团结吗 还有说自己盟友在欧洲是严重被削弱 为什么美国人还要收割 华尔街现在收割欧洲 同盟到底是什么呢 还有知道普京会扔原子弹 为什么美国还不惧怕 美国内部已经是一系列的矛盾出现了 那为什么拜登对国务冲突 为什么一定要搞 这边所有的问题都出现 实际和当年毛主席的问题 他们出兵朝鲜知识 他所有的问题都必须解决 实际他就经过计算 我觉得现在咱们有必要看一下现在的状态 咱们分析一下 事出反常必有妖 现在这个太反常了 你应该跟中国去下 搞中国 那你跑到欧洲去 你挑起俄乌战争 这个2月24号之前 不就你美国人挑 那既然咱们从政治上看这有矛盾 那咱们从各个角度先从经济上看 当然这种冲突 有可能对于美国是力大于弊的 就是在欧洲 美联储现在拼命加息缩表 一定会导致美国的贸易逆差恶化 对吧 现在美元这么强 那美元更值钱 那就是什么 他就可以买海外的商品服务 对吧 但这次不同 实际上看到美元暴涨的同时 美国贸易逆差不断收窄 你发现没有 这让美国的财政压力短期缓和很多的 根本没有传统意义上那么大的力量 那么大的力量 那主要就是几千亿美元避险资金流入美国 同时美国断了俄罗斯和欧洲能源 之后美国人疯狂的靠能源出口发大财 所以你理解了 这里边背后有美国想利用欧洲危机 所以美国现在强美元是建立在特殊环境下的 就如同二战初期欧洲大战 美国货易是一样的 那强美元就可以对冲海外输入型通胀 而且强美元也没有影响美国对外增加出口收 所以美联储为什么要停下 现在没有必要停下 所以咱们要理解美国人要获利 他通过这套玩法 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和拜登的拱火 之间是紧密关联的 政治和经济是关联的 否则你就看不懂了 事实上这两个事情节点看 都是在今年年初 一切都在今年年初 确定应该是在去年的11月份 最后一次普京和拜登的通话结束之后 应该就是下定决心打 美国其实是担心滞胀的 就是收入停滞的同时 它这个通胀上升 这就是滞胀 现在美联储缩表 可以对冲一部分通胀飙升 而拱火又能对冲一部分收入停涨 问题是什么呢 美联储为什么要马上停止加以缩表 拜登为什么要停止在欧洲拱火呢 现在对他最有利啊 也说财政收入赤子减少 通胀 能够对冲一部分 好事情 情况下 他为什么加息缩表 拱火必须同步坚持下去 那无论怎么样啊 我就看经济数据摆在这 如果短期内美国顶级政策 拱火加缩表 确实可以阶段性对冲 这个滞胀风险 这是实实在在的 这是没有任何辩驳的 咱反推拜登没有这个心思 那你想你会相信吗 这事实在这了 你实际就是为了拱火加缩表 让美国获利啊 所以你拜登说 你没有这个心思 这说不过去啊 但如此巨大的利益 通胀缓下来 美联储可以适度转向 而拱火呢 这个事情 干几年这事 我觉得很有可能 美国人不会傻到家 不干这事了 当然这个泽连斯要签法令 说这绝不跟普京团 你看这小孩一样 拉钩上吊 不跟你好了 这脑子有病啊 这算是极为诡异的 反张的 因为普京至今没有用正规军啊 出击啊 乌克兰呢 也是直接宣布要反攻到俄罗斯 就是最后是美国人在背后 指点 泽连斯基 然后呢 乌克兰上层本身现在啊 就是自家生命全部记在美国人手里 就一旦他失败啊 可能就会被国内清算了 那普京是绝对权利 也意味着啊 普京可以啊 可以有更大的这个执行权力 乌克兰已经破产了 那美国人一旦撤资啊 那就是乌克兰这个执政党就学完了 所以你说主动权在谁手里 还是在美国人手里 也在普京手里 事实上乌克兰现在精英啊 只有一条道 就美国人说什么我就做什么 他没有别的道 二战之后呢 全球啊 大量的被美国支配啊 实际不就是现在乌克兰这个状态 就是美国人说什么就是什么 就是这套逻辑 乌克兰实际真的是啊 是没选择啊 那大量的二战之后的国家 不都是这状态吗 德国呀 法国 只要美国还需要这场战争 来修复他自己的战危机 那么泽连斯基要打到底 哪怕打到最后一位乌克兰人 对乌克兰人说 这有可能是 有可能是要坚持 就看美国人什么时候要 要结束 但是我觉得啊 只要说这个啊普京没有责任 我觉得还有点责任 就是什么呢 他这个确实行动啊 行动方式方法啊 他没有考虑到怎么减轻平民啊 伤亡 或者用一种其他方式啊 但是我觉得普京他因为只有一个军事啊 手段是他的强项 你说靠经济啊 靠其他方式还真的啊 对俄罗斯来说真的没有什么啊 特长了 就是够狠 所以战争之啊之外他也没选择 这也不能怪他啊 我觉得现在这个事呢 咱们也谈清楚了啊 你说这个像不像朝鲜战争 那你说美国人在这儿打这场战争目的是什么 目的是转移国内经济问题啊 我觉得毛主席当时也发现朝鲜战争 应该不是美国人之 美国人根本就不要跟中国人民 这个这个叫什么玩命啊 用原子弹啊 所以他敢出兵啊 你想在原子弹刚爆炸几年啊 对吧 四四五年爆炸的吧 刚几年啊 毛主席深知那个东西是什么玩意儿啊 他下定决心出兵一定是分析了啊 国内国际的形势 像不像现在乌克兰战争 是一个道理啊 普京应该也分析到了 美国人是要利用这个来转移自己国内矛盾啊 那他不会跟我去拼这个原子弹啊 战争的核心其实是 不能大赢大输的啊 你必须是有赢有输啊 就是交换力啊 确保长久的啊 战争长久化 这应该就是美国最大力 那就算是美国可以对冲部分滞胀压力啊 滞胀的程度减轻 但是他没法改变滞胀啊 你只能减轻啊 全球的技术革命马上啊 他这个红利要没了 美国人现在靠吃老板快吃不了紧 你看大飞机中国搞上来了吧 这是个标志 中国人没有必要再花几亿美元去买你美国飞机了 什么这个几亿双袜子换你一架这个波音飞机 没了 中国以后就没有必要了 这跟这个欧元是不是一模一样 欧元就是他这个欧元为什么这么坚定 能够跟美国对抗 就是因为人家拿欧元可以买空客啊 对吧 这是一个转折啊 这是一个转折 所以你可以想美国人吃红利没了的情况下 那很显然啊 通过战争啊 抢别人蛋糕啊 给自己争取更多时间 实际就是等下一次科技革命 这是他唯一选择的 他就在欧亚大陆制造战争 这是他没有别的选择 这个战争就是他唯一选择 制造这种战争啊 状态 然后呢 等待时机 新的科技革命 俄罗斯人也看到了 现在炸干别人的生存成本 让别人没有任何的科技革命机会 所以很多国家逐渐发现美国越来看不住了 说白了 这个世界啊 还是没有什么好人坏人 实际都是为各自国家立 我觉得真正是什么 真正是离开这个时代啊 咱们看真正啊 了解俄罗斯人都知道 普京其实中间派 他也明白 这个背后是什么 一旦普京失败 后面新西方立场的人 温和派的人就会上台 那个种上台 很可能就会 战争就会变得更变本加厉 大家想想 乌坎就是 他是亲西方的 如果普京不是个中间派 他是个亲西方派 俄罗斯是个亲西方派 他就得听令美国 美国要干什么 美国要什么 要战争啊 是不是一个战争就会更加残活 没毛病吧 幸好普京还是个中间派 没有完全倒向西方 你看一个完全倒向西方的 天天打仗 咱们要知道 这个世界还是非常危险 咱们出现在这个世界中 现在状态 这个环境中 咱们要了解这个状态 也就在咱们频道 咱能说一些国内不让说的 朝鲜战争这事 你在国内听过 有人和日本原子弹爆炸 美国对黄州人崛起一个警告 有人说过这事 没有啊 这才能体现 志愿军出兵朝鲜的时候 意志坚定 其实都想到了 但是毛主席呢 他想的要更多 咱们也分析了 这次俄乌战争 其实啊 俄罗斯人 包括拜登 他的底牌 他们的想法 没有要打核战 是什么 是要转嫁国内门危机 我再最后补充一点 大家想想这个逻辑原点 既然美国要用俄乌战争来 转嫁这个危机 但是08年的时候可是靠中国啊 成功的帮他转嫁了危机 那也就是地位什么 也就意味着这次转嫁危机 中国没有帮忙 最后整个危机 美国人只能选择用欧洲这块 这个乌克兰来转嫁危机 所以真正的 咱们中国是没有 从17年之后就开始 没有再跟美国这个危机 进行任何的帮助 也就是中国拒绝了 这样美国人只能从欧洲想办法 所以这个逻辑背后 你想 人的生命 实际都是跟地缘政治有关 中国一旦决定 不帮忙 很显然 很显然 世界其他地区 要受美国遭殃了